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激光手电筒 前面就是激光头,实际上就是一个激光二极管 后边是开关 现在呢,它现在是不亮了 主要原因有可能是电池没电了 或者是其他原因 我们打开看一下 首先把它拧开 里边是铝制的 做工还是比较精细的 我们看,这是它的线路板 这个位置也可以拧开 这样这个激光头以及它的线路板就拿出来了 后边是它的电池 我们把电池拿出来 这塞了一个海绵,然后电池就倒出来了 后边就是开关部分了 与外壳是相连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激光手电筒的构造 这一端是正极 刚才我们开关就是接到这个正极上 它内部这个激光管有三个引脚 一个是检测引脚,没有使用 一个是它的负极 一个是它的正极 正极接在外壳上,也就是电池的正极 负极接在我们这个D882 NPN型三极管的极电极 这个三极管的发射极通过电流取样 电阻接到负极 这个是LM358 通过LM358组成的横流源 来控制我们这个D882的导通量 从而来控制整个电流的横定 它三角的基准电压是取自于我们这一端有一个TL431 TL431的阳极接负极,也就是接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通过这个二极管接这个电池的负极 所以这个位置为D 它的阴极和控制极接在一起 接在这个电阻上 组成一个2.5V的稳压源 然后通过这个位置有一个电阻 再通过这个电阻 接到这个D上 然后在这个位置得到一个分压的电压 接在我们这个LM358的三角正向输入端 LM358的二角反向输入端 接在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上 LM358的一角接在D882的基击 也就是通过LM358的一角 给D882的基击提供处发电压 当D882发射击 也就是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 低于三角的时候 这个引脚输出高电位 D882导通 当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 高于三角的时候 也就是二角高于三角 一角输出低电位 D882截止 从而达到横流的目的 好 开关已修复 实际上更换一个开关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了 下面我们把它上上 看看是否正常了 好 已经完全正常了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